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不是講侯友宜沒有發表政策 他講的是侯友宜沒有講到科技產業政策 而且侯友宜還講說 大家去搜尋看看一定搜尋得到嘛 可是我從昨天到今天 我Google了好久 侯友宜科技政策 你Google到什麼 沒有啊 真的是沒有 所以你看後來 就是昨天我們看到侯友宜給商桌登上去的 那個叫能源政策 你談的是這些所謂的那個發電的問題 那個不是你科技產業政策 所以其實商桌小編在 意思就是我沒有搜尋到你侯友宜的科技產業政策 可是你看那國民黨的回應方式是什麼 侯友宜進辦的回應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災難 什麼叫非常的災難 那個小編呢 你看哦 也不過就是告訴大家說 他沒有被file掉 這個也可以不滿 科技產業政策 人家只不過是發了這樣子 點點點點點 因為真的搜尋不到嘛 你Google上面搜尋不到 他發點點點點 也沒有錯啊 另外三個候選也是Google就Google到的東西啊 結果這個事情呢 竟然我看到國民黨跳下去的 第一個 侯友宜的進辦 侯友宜的進辦呢 看到說這個商桌小編發文說 小編沒有被file 欸 這一句話竟然也可以 非常的反應很強烈 惹怒猴伴 這個東西竟然惹怒猴伴 你看猴伴的這個發言人哦 台北市議員這個劉采薇怎麼說 他批商桌小編死不道歉 把週刊信譽一起陪葬 甚至他講這句話更誇張哦 我開始懷疑這位小編是否是皇清國氣 欸 天啊 這東西跟皇清國氣有什麼關係啊 你告訴我 他也 小編就說我沒有被file掉 這樣你也可以震怒 這樣你也可以說小編是不是皇清國氣 這不是反應過度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反應過度讓我覺得很誇張的是誰 下去留言的人是連勝文 連勝文來 你看 他到商桌下面這邊去留言哦 他留言的話 大家聽了覺得 這個東西更災難 為什麼更災難 來 連勝文怎麼流的 連勝文說 國民黨沒錢 商桌當然不會如實登出 侯文宜的諸多政見 他把侯友宜的名字打錯 他把侯友宜的名字都寫錯 人家就說 橫頭網友就講說 廢話 我這樣到網路上 我搜尋不到侯文宜的政見啊 因為就沒有侯文宜 侯文宜沒有選總統啊 選總統人家叫侯友宜啊 我請問你哦 第一 這個連勝文把侯友宜講成侯友宜 不是顯示你們兩個很不熟嗎 連名字都會打錯 超不熟的 第二個 這件事情來你去看哦 他怎麼講 他說因為商周沒有這個 國民黨沒錢啊 你看 他說因為這個國民黨沒錢 商周當然不會如實刊登 侯文宜的諸多政見 他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 那請問 那以前國民黨有錢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 是有買媒體是不是 什麼叫做國民黨沒錢 所以商周不會登 所以他引爆了案外案嘛 就本來一開始你們去炮轟商周 炮轟商周的時候 大家想說奇怪 有必要為了一個小編的發文 搞到要退訂 曾明中說要退訂 侯辦的那個發言人呂家凱要退訂 你們都要退訂 問題是這對商周有什麼影響 會看商周本來就是屬於比較財經的族群嗎 所以對商周沒有影響 但是對侯仪影響形象很大嘛 所以呢 小題大作就是一個最糟糕的影響 第二個 大家去檢視了之後發現 侯友宜到目前為止 還真的沒有提科技產業政策嘛 所以小編的點點點點點點 講的是有道理的嘛 我們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們可以等一下Google一下 搜尋一下 侯友宜科技產業 用這幾個字 你看你搜尋到什麼 你如果搜尋得到的話 今天我們就不會討論這件事情了 第三個 小編的事情 人家講的是事實 這講到的是事實也就算了 你們的反應竟然這麼大 大到對小編沒有被fire掉 你也可以震怒 然後呢 竟然還講到說國民黨呢 這個因為沒錢 所以人家不會照實刊登 那所以你們是在影射什麼 是影射國民黨有錢的時候做的事情 還是影射說商周都是拿錢辦事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這整件事情呢 它的副作用會像回力標一樣 回到國民黨自己身上 來 范老師怎麼看 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侯伴很兇 針對一個商周的小編 這麼大動作 好像喊打喊殺 好像非要商周把這個小編fire掉不可 那我們看到 他如果對小編這麼的兇 那他對郭台銘 是不是現在也硬起來 也開始要封殺呢 因為傳出郭台銘在各地 被國民黨的這個封殺 因為他原本要連署 包括這些地方派系 挺郭的議長 那因為國民黨記書黨記 所以郭台銘轉而委託 20家公關公司來負責連署 怎麼看這樣的發展呢 首先我比較要講 侯友宜 你自己跑出來要求 這個報導鄭重道歉 你自己本人 一般來講政治人物 特別要選總統的話 他不會直接去跟媒體 直接有這樣的一個控訴 通常會透過誰 發言人 或者是進辦總幹事 因為你自己要跟這個事情 保持某種距離 否則到時候發生了什麼問題 火燒起來 會燒到你侯友宜本人 可是我們看到是侯友宜站在第一線 而且是上市對下市 人家是一個小編 一個月薪水可能三四萬塊 對你一個高高在上的侯市長 甚至是侯總統 那是不對稱的一個權利概念 你等於是用你的一個 未來可能當上總統的威士 來威脅這個小編 你要出來道歉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大家覺得大喜小 他會同情那個小編 而且我必須要講今天 剛剛講過這個政策 剛剛這個科技產業政策 跟環保的問題 人家小編去Google去找 就找不到 你就第一個 產業的錯誤 抱歉 我這個政策還在醞釀當中 我隨時之後會提出來 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 你立馬 補課 你這是一個飢餓行銷 因為大家在敲碗 侯友宜怎麼沒有 是點點點 那已經給你一個機會補證 你說好 立刻端出一盤好菜出來 大家很餓嘛 哇好吃啊 大家覺得好友藝人 秤色真棒啊 扳回一城 結果他不是用這些方法 是用罵人家小編 罵人家媒體 然後哭手說 你們是不是拿了 這個什麼什麼 這個民進黨的錢 或怎麼樣 用這種影射 就整個事情歪樓了嘛 你沒有就事論事嘛 那你今天連勝文 根本是提油救火啊 你這個事情完全沒有解決嘛 商業周刊跟金字周刊 是他們兩個比較重要的商業周刊 都是專業人士在看的 人家也沒有特別的藍貨率 其實有商業周刊相對來講 大家會覺得他比較偏藍一點 但是你今天 偏藍的這個讀者 應該是你侯友宜要爭取對象 結果你不但沒有爭取 還用這個方式 我覺得很多知識藍 經濟藍 科技藍 本來都對你侯友宜是不能接受的 結果你今天對於這個科技產業政策 你完全的沒有任何的表述 大家被人家看破手腳 看破手腳就算了 你又不認意認罪 對 還要被批評媒體 錯上加錯 所以這真的是一連串的錯誤的決策 好 最後我談到郭台銘 郭台銘說拿20家公安公司來聯署 他是他玩真的啦 那20家公安公司 當然他們的公安能力很強 就開始在各個地方佈局 結合這個國民黨下面的這些投人 這些所謂的 相關的這些調話咖 共同來處理嘛 所以像張榮慧啊 他們就可以出現啦 對不對 就可以跟這些公安公司合作嘛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郭台銘是真的要出手了 倒是我剛談到 今天郭台銘已經宣布他要參選了 他已經不是上個禮拜的這個 所謂的預備犯了 他是現行犯了嘛 所以現在住在高雄那個跟國民黨的什麼 那種曹桓榮啊這些海報 我是曹桓榮趕快去把那個照片把我的頭貼起來啊 對不對 那個海報就在二樓 在一樓很近 搬個樓梯去 把照片把我的照片把它貼上一個黑 黑點都沒關係 蓋起來啊 你這個就明顯的這個違反黨紀嘛 第二個 國民黨的高雄市黨部趕快去查誰掛的 總不會天上掉下來吧 冤有頭再有主 去調這個監視器嘛 誰掛的 如果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掛的 更要處分嘛 如果是郭台銘掛的 你郭台銘承認啊 你掛的憑什麼把高雄市議員跟你板在一起 你有沒有這個 別人有沒有同意 肖像權 我覺得像這些議員應該跟郭台銘告他 如果是你掛的 你要配上我的肖像權 會已經同意嘛 這是一個黨的最起碼的尊嚴嘛 那范老師怎麼看 因為現在看起來這個 國民黨對於郭台銘的這個態度是強硬 那因為傳出 國民黨的副主席夏令妍 跟國台辦主任宋濤 他們昨天一起去拜官聖帝君廟 然後呢 就說呢 這個他們說 因為賭姓官公 似乎有在暗示郭台銘失信 因為宋濤說 背意忘恩 天人共露 現在是什麼 國共一起來聯手 然後修理郭台銘嘛 郭台銘就是信仰官公嘛 就以郭台銘之之矛去攻郭台銘之盾嘛 拿官公之矛來 攻擊郭台銘之盾嘛 就拿官公 你愛官公我們拿官公來講啊 你看這個時候 為什麼這個宋濤哪裡不好去 對不對 或者夏令妍哪裡不好走 要到這個官公廟去 然後還拿出這個背信妄義 天人共戰 那指的是誰 相裝五件意在佩弓嘛 佩弓是誰 佩弓就是郭台銘嘛 對 所以我覺得 可見中共現在連宋濤 他都表達對 郭台銘出來參選的不滿 因為你一搞下去之後 戲卡都 那那些人就委當選嘛 你就來出來亂的嘛 你沒有正當戲嘛 你民調最後一名 所以我覺得這表示 現在國共開始在打壓郭台銘 那我覺得郭台銘接下來 他這一次 這個什麼 在這個競選的集體會 他講了一堆 哎呀 中國的經濟糟透啦 我們鴻海集團 你中國你敢沒收嗎 我們有華爾街啦 我們都是跟亞馬遜 跟Google 跟特斯拉 我們有這些 這些企業在撐我們啦 你敢沒收嗎 我跟你講 郭台銘叫什麼 遐揚自重 我跟你講 今天這本來我覺得還沒事 習近平一聽你這樣來刺激我 跟乾脆 我跟你講 接下來 鴻海在中國的市場 富士章在中國的發展 可能就會跟馬雲 跟馬化騰的下場是一樣的 是喔 來 今晚你要補充 對 因為這一次 宋濤跟國民黨副主席 夏立炎去的這個關公廟 是很特別的 他在山西運城謝州 山西運城謝州的關地廟 被當作是關聖帝君的主廟 所以在2013年的時候 當時郭台銘呢 特別到山西運城關地廟的主廟 特別迎這個關聖帝君的巷 然後到台灣來繞境 繞了21天 當初郭台銘花了多少錢 花了800多萬喔 所以換言之 他們去的這間山西運城謝州的關地廟呢 對郭台銘來講 是有個特別的意義在裡面 好 所以你去注意一件事喔 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炎 他去這個中國跟國台辦的主任 這個宋濤兩個人見面 幹嘛要挑在那間面喔 中國有這麼多的關地廟 為什麼特別挑這一間 顯然這個針對性極強嘛 就是針對郭台銘來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再去看他們講的話 宋濤還特別喔 你知道他是關地廟進去裡面 有個結議庭 結議庭上面呢 有這個結議的圖石碑 他是針對我們上面秀的那個圖石碑裡面喔 特別他是特別只念那四個字 那八個字喔 叫做備義忘恩天人共露 欸 這話講得很重喔 所以等於說他這個話呢 是刻意點出來 感覺就亦有所指是講給特定人聽的 請問誰是特定人 他當然是講給郭台銘聽的嘛 因為你也看到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講重話 現在朱立倫講的重話講什麼 只有自我沒有大局 對不起主流民意 請問主流民意大聯盟是誰講的 郭台銘講的嘛 所以顯然這個朱立倫講的話 跟宋濤講的話 你看喔 橫跨兩岸亦有所指都見指郭台銘 來 原理是議員 怎麼看現在侯正營 又有人在講你們這個金普聰金老師 跟朱立倫這個意見不合請假 然後到底是誰鬼話連篇 內部現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就我的了解是 近半現在跟國民黨 其實意見都還滿一致 譬如說郭台銘獨立參選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黨中央 第一時間發的聲明就是很強硬 然後後來我去跟黨中央的高層了解 我說我們態度到底怎麼樣 他說就是要強硬 所以你看昨天是不是那個黨紀的公告 馬上就出來 就是說以後只要有國民黨的小機 去跟郭台銘什麼同台 不管是助選 助勢 什麼都要黨紀處分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態度 坦白說有沒有那個公告 大家都不會去跟郭台銘同台了 沒有人會這麼白目 但是他有的公告是一種態度出來 對 那所以這個黨中央的態度 跟近半態度 因為近半也是想要對郭比較強硬 所以這兩個是不謀而合的 除非是說近半想要硬 對 那問題你們的小機有嗎 你們小機現在都傳出什麼要三母機 最好大家都來支持 沒有 對小機是好的 三母機是這樣 就是說對於每一隻小機 民進黨的小機也一樣 誰不會希望全世界都幫忙來站台 每一個小機都是這種心態 所以當然是這樣沒錯 可是黨有黨的黨紀 他那條線畫在那邊 就像柯文哲好了 你說我們很快就有一個黨員行為準則對不對 就規定說我們不能跟柯文哲同台 不能去幫他助選 可是當柯文哲遇到問題 或者是民眾有遇到問題 我們黨主席又告訴我們說 要對他很友善 不要落井下石 所以整個方向就是大家是希望 再也可以整合 但是黨紀就是不能夠去幫別的參選造勢 其實就我看來這條線是畫得非常清楚的 對 你們國民黨那線通常很多縫不是嗎 會有很多例外的除外的狀況 現在真的大家真的比較不敢了 因為我真的比較不敢 你看我上次講 那個高雄的掛一個看板 直接跟他們講說 你的看板不處理的話 要撤銷你提名 處理了嗎 猜了沒 應該猜了吧 因為我沒有駐高雄我不曉得 那個看板看起來蠻精美的 我沒有駐高雄我不曉得 可是應該是一定會猜的 因為那時候那個黨部跟他們那些人 講得很難聽的 說你如果不處理的話 給你撤銷提名 你看這非常難 因為那個看板不是他們掛的 你不能隨便去拆 是郭台銘的 我們都參選過 我們今天看到路邊掛一個看板 我覺得很不開心 你不能拆它 因為拆人家會告你 那有所有權人 對 那有所有權人 要花錢租的 那是他的財產 那個帆布絕對超過五六千塊 甚至一萬塊 你給他拆掉會告你 我們桃園曾經發生過 有一個人租了一個看板掛那邊 然後上面寫了一個他不舒服的字 他就把它拆掉最後被告 他說為什麼拆它 因為他罵我 罵我你可以告他 這個是私產的 對 你怎麼可以拆他 所以如果黨部要求 那五位高雄市立委的參選人 去把它拆掉 那黨部逼人家犯法 這不對的 另外我在講 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銘 現在這三個人 柯文哲為什麼 為什麼好像要跟國民黨合作一樣 他不是要跟國民黨合作 他叫國民黨去罵郭台銘 他不罵 他不罵 利用別人 因為柯文哲不能去攻擊郭台銘 一攻擊他自己會受傷 對 所以說這種事 國民黨去 所以我跟你講 他真的是我們兩個一起消滅他 可是你動手 你動手 我讀你不敢打他 我讀你不敢罵郭台銘 國民黨就去罵了 所以一群人去罵 什麼立委去罵 然後包含了黨團的黨邊也去罵 都去罵了 你看柯文哲罵了沒有 都沒有 沒有 柯文哲不能罵郭台銘 因為罵了郭台銘 他會掉 他的民調會掉 那國民黨上當了嗎 國民黨從來就很容易上當的 就去罵 然後現在郭台銘的做法是怎麼樣 你知道 他就跟柯文哲講 你想不想贏 我當然想贏 他們喝咖啡如果坐下來談 一定談這件事 柯市長想不想贏 想贏 那我們一起幹掉侯友宜 我們不是要幹掉賴清德 哎呀 侯友宜不幹掉 怎麼幹掉賴清德 先幹掉侯友宜 那我們誰當政誰當副 以後再說 那如果柯跟他談不來對不對 他就會去找侯友宜談 想不想幹掉柯文哲 我們不是要幹掉賴清德嗎 哎呀 他現在那麼大 我們幹不掉 先幹掉柯文哲再說 那誰當副誰當政 幹掉他以後再說 所以那個菲律整合不是整合 是先幹掉其中一個或兩個 什麼叫整合 在郭台銘的心中只有整病 只有病吞 然後整合 整合是我退到第二線 讓你上去 這要整合 什麼叫整病 我們倆一起吃掉他 然後呢 我再吃掉你 就是這個道理啊 講到關鍵 對 那個 那個火跟柯就見面了 那個火跟柯見面說 哎 郭台銘有去找你對不對 然後兩個人都說 對對對 那他是不是說 叫我們幹掉對方 對對對 我們不要上他的檔 我們兩個一起幹掉 幹掉郭台銘 很無聊嘛 玩這個遊戲 我們兩個一起幹掉郭台銘 然後呢 誰當老大以後再說 這怎麼團結嗎 這別鬧了我跟你講 因為如果想團結 泛藍團結OK 其實泛藍現在已經幾乎團結了 剛剛言之講了嘛 已經祭出黨紀了嘛 泛藍的團結就是在鋼刀之下 誰出來就斬 魚也就斬 泛藍就團結了 對不對 那你說泛藍很多 沒有啦 你能斬多少 黨員可以讓侯友宜當選嗎 黨員的家人去挺算不算 當然不算啊 我是黨員 我的弟弟 我的孩子不是黨員 他去挺郭台銘算不算 當然不算 所以黨員泛藍已經團結了啦 已經團結在鋼刀之下 可是呢 為什麼現在氣勢起不來 你要整合的是非綠耶 你要整合的是非綠耶 什麼叫非綠你知道嗎 除了民進黨的支持者之外 都叫非綠 那這樣大家都可以變首富 你知道為什麼 除了郭台銘以外 非郭的財產 我們都把它整合起來 非郭的財產有多少耶 除了郭台銘以外 所有的財產都可以整合嗎 誰給你整合 沒有這種分法 所以想整合非綠不容易 因為柯文哲叫白 郭台銘叫做money 然後呢 國民黨叫做藍 你要把這三個整合起來 我告訴你 比登天還難 所以一直在講 整合整合整合 沒有整合 只有併吞 如何併吞 兩個人先吃掉一個 然後兩個人再廝殺一遍剩一個 這就是郭台銘的併吞方程式 所以黃世秋講得很明白吧 我是主流民意大聯盟的發言人 前主流民意大聯盟的召集人 這個召集人發起人是誰 那不是郭台銘 對不對 講了半天繞了一大圈 還不是在幫郭台銘 所以我講 黃世秋很厲害 他講說沒有 我沒有領那麼多錢 因為我的錢領的 比你想像的多更多 國東哥怎麼看 國共一起罵郭台銘 這對郭台銘會有傷害嗎 但問題是 台灣人民會怎麼看這樣的 國台辦的主任宋濤 講出那八個字的時候 正式宣告 國共和共產黨 介入台灣這場總統大選 前段時間我一直在提醒 我們要觀察中國 會不會介入這場大選 什麼時機 用什麼方法 結果拿關公廟 開始作為宣告介入了 為什麼這樣做呢 我給大家看 這是昨天天的 兩家親中的媒體社論 郭台銘成為歷史罪人 也很嚴重 這個說 背向目標 郭台銘你的總統路要走到哪裡 都全面鋪蓋下去了 不是只有宋濤講這句話 那是所有動員啟動了 後面郭台銘絕對成為劍靶 後面會越走更多 越來越多 因為中國已經下命令下去了 把它定掉了 郭台銘你不是罪人也變罪人了 你中國是絕對去不了 你也沒辦法處理問題了 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 國民黨在這個關鍵時刻 你的副主席去那裡跟宋濤 然後假借官地廟在那裡講這些話 台灣人民你做什麼感想 你國民黨要跟柯文哲民總統合國 我們還當成什麼 在那裡觀察說你們合得來合不來 你現在跑去跟共產黨搞在一起 笨到疑存到這個地步 但是國民黨的疑存是沒有下線的 我們看這一次 侯伴在攻擊商業週刊小編的時候 我真的搖頭了 如果你把媒體都當敵人的話 你以為說單靠你們親中媒體你就 侯友宜你就能勝嗎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怎麼講呢 因為你柯智恩出來在那裡攻擊罵的時候 人家在想說 那這些話侯友宜到底有沒有 這些科技的政見有沒有講過呢 大家會去回想啊 網路上找不到 你柯智恩在這裡罵 人家有沒有想到前天還是昨天 他們中字頭的媒體電視媒體 在訪問侯友宜的時候 你柯智恩又坐在侯友宜旁邊 還搶著回答問題 網路上說侯總統候選人 你不要接受訪問就帶個保母好不好 現在侯友宜最糟糕的是 你自己講不出來 你永遠帶一個保母在旁邊 包括今天的醫療政策 柯智恩也坐在旁邊 本來是陳毅民在那裡 替他規劃整個醫療政策 柯智恩又在旁邊 我覺得這樣侯友宜 你這樣你自己拿不出 你本身自己對這些政見的看法 政策怎麼樣說明 這是很糟糕的嘛 你們要逼你的總統候選人 要趕快備守你的政見嘛 哪些政見你要備守嘛 你不能訪問的時候你都講不出來 然後有一個發言人 他的柯智恩是以智庫執行長的身份 就要靠別人幫忙 對啊 所以他們才講他是保母 你每次到哪一定要帶保母啊 這樣就影響你對外的形象嘛 這一點很糟糕 我們先不要講說 國共怎麼和 怎麼打擊郭台銘 現在本身你想要超越郭台銘 你就必須要逼你的候選人 好好惡捕 好好背守這些政見 有頭有尾的把他講清楚 如果你都沒有辦法 那大家就講說 那你到底 到底你現在當這個總統選這個總統 到底目的何在 你到底你也講不出你的政策 然後別人在指引你的時候 你就要跟人家開幹 這個不大像是一個總統候選人嘛 所以我說這幾天很糟糕很糟糕 尤其你在看電視上 我在這裡多補充一句 商業週刊絕對不是親力媒體 因為他們的高階層跟股東我都很熟 他是李嘉誠香港守護李嘉誠兒子 整個合併併購成為出版集團 那怎麼可能是親力呢 所以我說 侯伴聰明一點 然後國民黨這些民眾這些人 你們有時候要罵媒體 要搞清楚人家的背景嘛 你去罵的那些無厘頭 什麼沒有給錢 李嘉誠還需要你們給錢嗎 還需要用錢去買嗎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很笑話 人家有他的雜誌新聞的地位在那裡 要了解人家背景是什麼 人家的小編找不到用點點點 還真很客氣 他不是用空白 他是點點點沒有找不到嘛 那個意思你都搞不清楚 然後在這裡謾罵 你讓作為媒體人 我們真的搖頭 怎麼會這樣的一個敬拜 然後到現在還死不認錯 我覺得最糟糕 就是侯伴永遠不會承認自己錯 這一點如果你不改進的話 問題還會繼續發生 繼續讓人民墮氣 再來關係英國國會 這兩天有一份官方的文件 上面是寫著 公佈報告寫 台灣已經是事實上的一個獨立國家 那這個說法 其實跟賴清德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 再加上美加日等六國的軍艦演習 9月要穿越台灣海峽 余將軍怎麼看這樣的一個訊息分析呢 我覺得不只英國 其實美國也間接承認 英國國會是說台灣是獨立的事實 本來就是啊 中華民國難道是被人家管的嗎 中華民國要選總統 要跟北京報備嗎 如果中華民國是跟中國有相互隸屬的話 不用選舉了 北京派就好了嘛 還選舉什麼 所以這是事實嘛 只要正常邏輯都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管不到中華民國 就告訴你中華民國是獨立自主 他的位置就在台灣 明白嘛 另外我說還有一個國家也間接承認 美國 美國宣布了一件事 對台什麼融資 軍事融資8000萬美金 這個軍事融資沒做過 只對獨立的國家來做 對 他如果不承認你是個國家 他國會怎麼通過嘛 如果他認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不是獨立的 是跟中國相互隸屬的 他這國會沒有依據通過這個融資 軍事融資 所以我才說其實 現象已經很明白了 賴清德所說的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岸互不隸屬 事實 對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講嘛 不要再拗了啦 不要再拗了 包含了蚵啦 包含了鍋啦 包含了這個喉 別再拗了 你就承認嘛 你承認會怎麼樣 對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 事實獨立的國家 然後國名叫中華民國 叫中華民國 這個是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報告 當中寫的 這應該是從了COVID-19以後 疫情後 全世界的共識 對 全世界的共識 他覺得沒錯啊 不然台灣是什麼 不然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香港嗎 不是嘛 還是台灣是澳門 也不是啊 台灣跟新加坡跟其他國家一樣 它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嘛 所以大家才會去關注 我們台灣的總統大選 否則有什麼好關注的 對不對 那個北京派就不用關注了 不用那麼麻煩 還有 這一段時間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 北京一直企圖 要影響台灣的選舉 對 為什麼要影響台灣的選舉 他不希望 台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這種現象被全球肯定 那如果賴清德當選 不就被肯定了嗎 我再強調一下主流民意 柯文哲也好 侯友也好 郭台銘也好 他的主流民意是什麼 他的主流民意叫做下架民進黨 No 錯 不對 主流民意不是下架民進黨 為什麼如果是下架民進黨 為什麼賴清德會有 將近40%左右的人支持他 這就不是主流民意嘛 真正主流民意要符合2350萬人 主流民意是什麼 我要深深吸口氣才講得完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互不隸屬的主權獨立國家 並且不會因為這樣子而引起戰爭 保持永久和平 這才是2350萬人的共識嘛 對 他的共識不是下架民進黨 或是下架哪一個黨 不是 是確保和平 而且還能保持我獨立自主自國權 就是如此 所以主流民意是這個耶 這才是主流民意耶 所以你們講的什麼主流民意啊 什麼非律 那是對你國民黨講的 那是對你郭台銘講的 那是對你柯文哲講的 那不是對主流民意講的 你跟主流民意講說 你的主流民意是下架民進黨 那賴清德的40%哪裡來的 那就不是主流啊 除了那40%以外 那就不是主流嘛 主流是放諸四海皆準 大家認同叫主流 對 所以英國證明了 美國證明了 日本也證明了 那這還不主流嗎 難道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的位置在台灣 這不主流嗎 不主流你就離開台灣 如果你覺得不主流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兩岸是互相隸屬的 我們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下 我們來談 國民黨就這麼主張啊 那說句實話 那你選的不是中華民國總統 你選的不是台灣的總統 你選的是地區特首 那還得了啊 那不跟香港一樣啊 那我們的未來在哪裡 我們的保障在哪裡 我們的財產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 自己擁有的權利在哪裡